今天我们聊聊朱德的死,众所周知朱德身体一向很好,而且他又是一个很实实物的人,早早做了甩手掌柜,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开火车避嫌,但只要你一天活在那里,就一天不让人放心。 在毛泽东是怎么被剑动症打败的节目中,我们讲过疾病成为了革命的斗争武器,周恩来是小病被硬生生脱成大病,最后只剩一副骨架,那么平素身体健康的朱德是怎么突然死亡的呢? 1976年,中共三巨头相继去世,周恩来死于1月8日,朱德死于7月6日,毛泽东死于9月9日。 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,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,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,在23日的会议中对朱德的严厉批判。 第一点,人民大会堂河北厅,主持人刘少奇,在批判会上,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,被说成有野心想批黄袍。 周恩来批朱德不可靠,是常委中定时炸弹。朱德感到很无奈,说我是不是有野心。 我80岁了,爬坡也要人家啦,走路也不行,还说做事。 事情我是管不了了,更不要说黄袍加深。 在皇帝看来,你想不想造反和你有没有能力造反是一回事。 根据朱德的儿媳,年过八旬的赵立平口述,1969年10月,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。 80多岁的朱德离开北京,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。 康克经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,不得离开住所。 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。 朱德和康克经回到了北京,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,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。 朱德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过打倒,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。 赵立平和朱祺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,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。 刚张口说,你们在广东的时候,听说话还没说完。 康克经连忙用手示意,不要讲下去。 直指桌子底下,附在赵立平耳边说,别说了,说多了不好。 赵才明白,家里安了窃听器。 自从周恩来去世后,朱德每天早起晚睡,给自己加了很大的工作量。 毛泽东虽然患了见动症,身体不灵活,但脑子还是很清醒的。 1976年6月21日,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朱德。 下午两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。 朱德依旧往日习惯,提前半小时到达并等候。 实直言下,室内却未开空调,酷热难当,朱德汗如雨下。 空调突然大开,温度极低,而且越来越冷。 外宾竟又迟迟没有出现。 在先热后冷中,九十高龄的朱德一等,就是两个多小时。 查问之下才被告知,会见时间改在四点半。 会见时间推迟了,但之前竟没人通知。 朱德一直等到外宾来。 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。 回到家中不久,便感到身体不适。 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。 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正华。 成员有姚莲为吴贵贤刘湘平等。 按照惯例,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例。 然而情形如此紧迫,却竟然调不到病例。 然而两天前,朱德的病例已经被人神秘调走了。 刘湘平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志的老婆。 同江青关系密切,他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。 还问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。 赵丽萍的女儿是医生,对康克卿说,朱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,可能越打越坏。 康克卿就跟医生说,这个药是不是换换。 对方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。 7月6日,朱德就死了。 赵丽萍说,其实,朱德身体很好,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,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,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。 谁也没有料到,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。 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唐一号房间。 棺木编号为101。 事后朱德家人觉得事有蹊跷,要求查证。 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,已经突然死亡。 朱德夫人康克卿,后来逢人变道。 汪东兴、毛泽东亲信。 时任中央警卫局长一日不开口,真相一日不得白。 权力的斗争从来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想象的。